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补充说一下川普遇刺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是川普并没有被子弹击中 而是子弹击中了川普身边的提磁器 提磁器破碎的碎玻璃 恰好飞到了川普的耳朵上 刺破了他的耳朵 这样的说法是臭的 我们看川普被枪击后蹲下的现场照片 川普身边的两个提磁器都是完好无损的 因此不存在子弹击中川普身边的提磁器的说法 子弹确实是直接击中了川普的耳朵 如果一针一针地看现场的视频 可以看到川普在子弹射出的瞬间 正好做了一个突然转头的动作 导致子弹射偏了 如果川普没有转头 子弹就会射入他的后脑勺当场毙命 这或许就是上帝的眷顾 关于川普的突然转头 在日本有一种说法 他称川普对记者说 我听到了日本老朋友的声音 所以转过头去看 该消息说 川普某然转头 是他听到了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声音 这个川普的猛然转头就让他躲过了子弹 所以一些日本人说 原来是安倍晋三救了川普 安倍真了不起 永远的安倍 当然了 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在川普遇词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没有向川普表示慰问 据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跟川普进行联系 也没有进行联系的计划 而习近平却向川普表达了慰问 这就说明现在习近平很急 因为川普上台后会全力对抗中国 俄罗斯就会减压了 所以普京不着急 而习近平最怕川普重返白宫 毕竟过去习近平做得得罪川普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他想亡羊补牢赶紧慰问一下川普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今天7月15号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幕 因为中共的中央全会都是闭门会议 跟开门会议的两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三中全会开会期间不会有新闻出来 要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才会发表一个会议的公报 根据新华社的简单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5号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 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也就是说 这次三中全会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 而不是一些人传说的 要以提振中国经济为主要议题 今天上午北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第二季度的GDP成长率为4.7% 低于市场的预期 因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是5.3 所以人们预计第二季度会高于第一季度或者持平 可是中国第二季度的GDP却大幅度低于第一季度 这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当然了 中国的GDP数据都是假造的 但即使是假的 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正在下跌 北京上半年出台的各种刺激经济的政策全无效果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北京推出大量刺激房地产的政策 以为这样可以扭转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趋势 可是根据北京自己的数字 6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 普遍呈现跌势 这就说明北京推出的各种刺激房地产的政策都失败了 中国的房子依旧不断的下跌 在中国经济如此低迷的情况下 按照说这次召开三中全会应该讨论怎么样提振中国经济的问题 这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话题 所以外媒认为 这次的三中全会将确定中国未来五年的主要经济方针 并将宣布改革来安抚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外国经济界正在期待北京出台安抚市场的新的经济政策 这要表现出 外国的经济界其实不理解中国的政治 他们看到的中国是过去30年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中国 以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还会像过去一样 还会把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治国方针 然而习近平的做法是完全不同了 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 他并没有把发展经济放在最优先的事项 而是政治维稳才是习近平最优先的事项 首先习近平在外交上要进一步推动 对美国西方的强硬战狼外交 在这一次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最后发表的峰会领导人宣言 用严厉的措辞指责北京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 就在北约指责批评北京的几天之后 在7月14号 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在中国广东战将举行联合军演 这就是习近平要向美国西方国家示威 你们越是批评我们 我们就越靠近俄罗斯 其次习近平进一步以反腐为名 对中共党内进行各种大清洗 除了一般性的经济贪腐罪名之外 还有各种新的政治罪名也层出不穷 北京反腐最近又出现一个新的罪名 叫做精神缺钙 精神缺钙它是一个形容词 很明显不应该当作罪名来使用 习近平不停的强调依法治国 法律首先要严谨 特别是涉及到犯罪问题 犯罪的罪名应该很严谨 很清晰 把精神缺钙这样的形容词当作罪名 这就说明北京根本就不是依法治国 而是无法无天的任性治国 因为这个精神缺钙的说法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习近平曾经说 没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 现实生活中 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到底是信仰迷茫 精神迷失 北京中纪委把习近平的语录当作罪名 这就说明中国不但没有法治 而是越来越人治化 人治的特点之一 就是根据人来制造罪名 为了整你 我发明一个新的罪名 安到你头上 所以现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新的罪名 前所未闻的罪名是承受不穷 这就反映出 现在北京不但没有法治 反而是人治是越来越强化了 在三中全会之前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 发表总书记习近平 以必须坚持自信自利为题的汇编文章 这篇文章说 当今世界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发展道路 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大家都知道 北京的新闻是要反过来看 他们越是说很有自信 反而来看 他们就是没有自信 习近平不停地说要坚持自信 其实也说明他自己是越来越没有自信 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 可以说完全没有自信 所以中国的经济越不好 习近平就越避开 不谈经济 这背后也就反映出来 习近平没有自信 不敢谈 因此 这一次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主题 就是大力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他根本不提什么经济的问题 那什么是中国是现代化呢 中共过去提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那么四个现代化它是一个经济目标 就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改革开放之初 北京曾经是大力宣扬过四个现代化 简称叫四化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四化 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 最后结尾的时候 必须要提到为了实现四化而奋斗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虽然它也包括经济上的奋斗目标 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奋斗目标 北京官媒大肆宣扬 必须把推进中国是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这也反映出中国是现代化 就是北京中共现在要搞的最大的政治 那么这个中国是现代化 包括什么样的政治内容或者政治目标呢 今年5月4号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 还有新华社的国家高端智库 联合课题组就撰写了一个叫做 中国是现代化发展周路的报告 它在法国巴黎中法人文合作发展论坛上首度发表 直到5月18号才在中国国内的媒体刊登了全文 这个阐述中国是现代化的报告之所以特别选择在法国巴黎首先发表 就是因为它这个内容是对一个国际政治的大肆宣传 它就是要吹捧中国的政治 说是中国的政治比美国西方国家的政治更先进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更加现代化 而是更加高级别的现代化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报告 洋洋洒洒三万六千多字 基本上没有谈经济 全部都是在谈政治 这里就摘入几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文字 该报告说 中国式现代化旨在破解现代化发展史中出现的 而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的诸多难题 在价值取向上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 摒弃资本至上追求人民至上 在民主形态上 中国式现代化不搞少数人民主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在文化认同上 中国式现代化不割裂传统 坚持继承创新 在全球治理上 中国式现代化不搞单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些西方国家建立起先天的优越感 形成了凌驾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之上的霸权意识 西方中心主义盛行 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 强烈冲击了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和傲慢 极大提升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新路径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跟过去中共提出那个四个现代化在经济科技方面的现代化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他不仅是要在经济上战胜美国西方国家达到中国经济世界第一 而且还要在政治上价值观念上战胜美国西方国家 要用中国式现代化取代西方式现代化 而且还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向全世界推广的对象 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 要让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来学中国式现代化 不要再学西方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或者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要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最优越的 是全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从此之后全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 不要再去学西方了 那么习近平这种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法在外国人听上去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可是习近平却把这个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共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要作为中共近后的奋斗目标 这背后就有一个强烈的目的 就是说要进一步巩固加强习近平本人的独裁大权 所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只是一个表面的幌子 实质上它是习近平要进一步加强独揽大权的政治手段 因为既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共的奋斗目标 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跟这个宏伟目标相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 而这就可以作为习近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和借口 当然习近平要搞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是一个反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它不是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改 而是朝着独裁专制的方向改 因此可以预计这次的三中全会主题不是谈经济 而是谈政治 是一个谈政治的大会 是一个习近平要继续巩固加强独裁大权的大会 估计这次会上会推出一些让人们感到吃惊的反向政治体制改革 不仅会让外国的经济界人士失望 更会让中国的老百姓绝望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